台南88枪击案至今还没有破案 警方全力扫荡不法枪支 日前带着搜索票来到东石沿海的一间余温公寮 原来这间公寮里头竟然是枪支改造工厂 原警除了查扣到手枪 还有大量的枪支领组件以及毒品 还查到了两名逃逸的通气犯 另外在高雄则是有千赌集团 搭上士族热潮找来美女直播 吸引赌客下注 获利不法赌资高达新台币1500万元 大批警力来到嘉义东石沿海 这间余温公寮破门攻坚 其中一名男子被压制在地 走进屋内还有另一名裸着上班上的男子 似乎才刚睡醒被原警叫下床 原来这间公寮外观看起来正常 但里面竟然是枪支改造工厂 原警屋内搜索一轮查扣到一支 仿克拉克非制式手枪 子弹50颗以及大量强制零件 其中以贯通枪管就有28支 现场还搜出650公克的K他命毒品 而藏匿在余温的两名嫌犯 被查出是逃逸的通气犯 这两名枪炮以及妨碍自由的重大逃犯 落网以及查获这些枪支 对本市治安的稳定有它的贡献 88枪击案至今还没破案 警方强力扫荡枪支挽回颜面 而在高雄原警则是查获有千赌集团 在市区饭店以及大楼设置机房据点 搭上市族热潮找来美女直播招揽赌客 今天跟大家继续说一说 世界杯你不知道人之事 机房内直播美女穿上球衣 粉席赛事吸引赌客加入微信群组进行下注 而在这届市族赛期间 不乏赌资累计金额就超过新台币1500多万元 百姓犯贤等主权共有六名犯贤刀案 并且查扣电脑主机手机还有直播设备 六名嫌犯五男一女包括直播正妹 平均年龄只有二三十岁 全被依刑罚赌博罪移送 年结将近警方全力扫荡 将不法集团宣治以法 据由台南高雄综合报道